34岁的魏大勋活该大红大紫 洋洋谈起对张启玲这一角色的解读 而魏大勋在一夜爆火后始终认为演技才是最重要的 早前综艺中其他同伴希望他早点淘汰 而他越是这样他越是打破命运 183的他在爹耳的通道通行 头被磕倒膝盖和手也被磨破 最后门关的时候还夹到了脚 一拳一拐的出来还是笑着打招呼 有些话没红的时候听就是麦茶 红了之后再听才是心酸 我在这边吃了好多苦 但是我如果不录这音秀就没人找过演习 没人知道我 综艺咖 他现在特别无奈跟我说了一句 我演得多细 没有人看呢 也没那么光看我综艺了 因为我其实花在拍戏的时间 要比花在录综艺的时间要多得多 我是不是综艺咖 其实我是不会放弃演员这个职业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会演习 因为自己觉得给母校丢人了 一直用黑色胶布遮住笑灰 他总是被质疑颜值 还被当地吐槽长得难看 如今的他终于可以把校灰亮出来了 自从混了之后 朋友都是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何老师一句 语气里满是欢喜和开心 杨迪看到他和之前一样搞怪 做节目效果 会提醒他保持角色 咱就说 刚刚有点势头的老味 说话还是要有点分寸的 太开心往后 我开始 是 是不是 是不是很难 你别傻笑了 是不是很难 你别傻笑了 是不是很难 是不是很难